这是中国女排与土耳其第五局的关键分 土耳其球员居内时明显过往击球 却逃脱了裁判的判法 最终 中国女排2比3不敌土耳其 无缘四强 这样的方式输球 确实挺遗憾的 王怨怨 龚翔宇在比赛结束第一时间就哭了 龚翔宇更是抱着丁霞一直在抽气 莹莹本次比赛尽力了 她是真的不甘心 在场上一直踱步 解说员慧若琪也哭了 确实太难了 之前 朱婷表示 这是自己最后一届奥运会 对于丁霞 张长宁等球员来说 也到了说再见的时刻 还有传闻说 土耳其女排规划选手瓦尔加斯 曾申请加入中国国籍被拒绝 此一她狂砍42分 中国女排 未来是否会考虑规划球员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